我去这不会是那个大明星吧 我在加拿大的邻居们 他们都开什么车 走走走 现在带你们看一下 兄弟你别看这里房子大 其实他们开的车都一般 只是他们房子买得早 这里最出名的邻居 就是顶级舒畅歌手 公家Drake 那视频最后呢 我带大家看看 他都是开什么车 兄弟们 这家人开的是纯白色的老子艾斯魅女 这个车真的好看 我去兄弟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大门实际上是金色的 我的天哪 里面还有个将近十米高的喷泉 确定是房子吗 这是供电嘛 那个银色的好像是本田啊 住在这里的车主竟然开本田 我跟你说 这肯定是中东土豪的房子 你看这种金色 包括这个信箱都是金色的 nice 这户人家开的是一辆绿色的老款小牛盖拉多 这台车现在虽然只要一二十万 但是绝对不建议大家购买 因为开起来顿作感太强了 好像都下班了 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车 马丁 奇亚 欧哥 福特 本田 华尔利 这车好贵的 兄弟我有个好主意 我搞块牌子上面写个高价收车 然后就在这举 这搞不好一切才收不少车 我跟你说 这股人家连家门都不关 看看里面有两台车 一台是雷克萨斯的SUV 还有一台是奔驰GLC 应该还是个高配的 这两台车加起来十万块钱都不到 又是一辆奔驰GLC 老外好像对这个车非常的重爱 看看这个房子在装修里面应该没有人 又是一股不锁门的 老外心真大 你看那个房子好奇怪 怎么是这个三角形的 咱们中国人绝对不会住这种房子 兄弟这套房子三年前就得盖了 盖到现在还没盖好 你敢信 不得不说咱们国人的速度真的是快 不过这家开的是宝马巴西 但是国内这个车不是很买账 哎呦房车哎 这个好大 我们的杭州店可以夏天买一个 然后出去玩一下 你看看一帮小姐姐 兄弟们这里就是国际 顶级巨星rapperDrake的家里 那有个车开出来 是不是他 这不会是他吧 这是Drake吗 看不到 可能真的是 这样兄弟你现在跟着我呢 去问问他家某某的保镖 刚刚那个是不是他 记住兄弟们点个小猩猩 如果真的是他 今天我就去帮你们要签名 走走走 Just wondering that Cadillac is a Drake